那么宫廷里面讲学这个风气 是慈禧太后 他掌握政权之后废掉了 不再请这些学者到宫廷里面上课了 不再了 他喜欢家籍服乱 他喜欢服乱 那国家大师 他不征求这些学者专家的意见 他去服乱 听鬼神的 国家过网掉了 这个事情张家大师告诉我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对服乱这个事情 我有疑问向他请教 他就把清朝这个历史告诉我 慈禧太后废除讲学 在这个宫廷里面设的乱台 那积坛 说的这个积坛 到最后完顾 我们中国古人讲 这个国家要兴旺 要听御名 听听老百姓的声音 国家要亡呢 就听鬼神 听鬼神呢 这国家就差不多了 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 有让我真正借过